战鹰是经过特殊空中侦察训练和扑杀训练的侦察单位 特殊的训练让战鹰懂得如何从空中扑向敌人而不是自己人 而且战鹰还可以发现敌人的渗透单位 他的特殊技能是增幅鸣叫 可以让范围内的敌人士兵被鸣叫吼晕一段时间 临甲战士是携带配备榴弹发射器突击步枪的前线士兵 他们经受了艰苦而优良的军事训练 他们手中威力强大的榴弹突击步枪 不但可以对敌兵造成伤害 并且还可以发射榴弹清理建筑物和驻军 在遇到近战敌人步兵时 临甲战士可以启用护甲中的脉冲震荡装置 将靠近的敌人弹射出去 并给敌人造成一定伤害 旋铁兵是携带有可转换武器的激光炮的反装甲步兵 他们的激光炮可以很好的对付坦克和空中部队 激光炮转换武器为攻击距离远且威力更加强大的小型迫击炮 这样他们能够更好地对付建筑物 工程师可以占领陆上或海上的中立或敌方建筑物 并且还可以修理受损的建筑物 他们的特殊技能是埋设一颗具有智能感应的隐形地雷 特工是毫无武装的渗透单位 虽然不能攻击却装备齐全 而且移动迅速 他头上的干扰设施能够让敌方的单位立即停止一切动作 并丧失攻击能力 他们也可以钻入敌方建筑让敌方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的特殊技能是利用身上的扫描设备 侦测前方远距离的敌方位立 火焰兵是一种重装步兵 手中配备的火焰喷射器可以让他们消灭大多数的地面目标 他们的特殊技能是用火焰喷射器喷射出一个火墙 用以阻止敌人的进攻 并对建筑物造成巨大的伤害 烈焰是我们最厉害的特种兵 两栖全能 他身上装备的反物质枪炮可以轻松消灭敌人 此炮在敌人较为密集时还带有散射的功能 他的特殊技能是士气增加 可以让烈焰附近的我方士兵恢复体力 并且提高命中率等作战指标 这里不需要操心 采矿车是特有的两栖资源采集单位 他们并没有任何武装 但是很重要 所以必须保护好他们 利用特殊技能 他们能展开成一个维修工厂 用于维护其附近的装甲单位 舰船单位或者飞行器 但必须注意的是 这种展开不可逆 愿意为您效劳 装甲运兵车拥有较厚的装甲 可以将士兵运输到敌人的后方 只有在运输士兵时 运兵车才能武装成有武器的单位 他的特殊技能是瞬间释放运兵车内的士兵 到附近指定的某一个地点 这让运兵车拥有较强的安全性 武器运作正常 轻型的运练战车有较好的机动性能 配备有国产加特林机枪 对兵类具有较强杀伤力 另外还配备有超性能的对空飞弹武器 只要有敌空中单位切换成对空飞弹武器 那是瞄转的 逆临坦克是全军装备的轻型坦克 它利用长广的大炮口对敌人进行打击 还配备有制速能力的特殊炮弹 被制速炮弹打中的敌方单位将机动性变差 以利于把它更快地消灭掉 反物质坦克装备有先进的反物质能量技术 射程远威力大 可以在远距离击杀敌人 弱点是发射慢 它的特殊技能是利用反物质能量 把靠近的敌方单位弹远 并达到最小射程内 以便进攻再次打击敌方单位 高级重型坦克 霸虎重型坦克 它是战产的利剑 配备的主武器杀伤力强大 它的特殊技能是电磁炮 可以让在其射程内的敌方单位 失去一切激动能力和攻击能力 鬼魅直升机是搭载了导弹发射阵列 和强大的步兵吸取装置的对地直升机 它们的导弹对付建筑物和战车等敌人单位时 具有巨大的功效 而在它们足够老练时 可以使用步兵吸取装置让步兵从地图上消失 它们的特殊技能是利用光学迷彩 让自己暂时隐身 以便于突击或者是撤退 舱穹战机是空优战斗机 搭载的激光炮 可以迅速有效地对付敌方的空中力量 但激光炮能量有限 因此它们必须随时返回空军基地充能 它们的特殊技能是在有需要的时候 迅速返回基地 天煞空天母舰是巨型航空作战部队 其配备有一个中队的无人轰炸机消影 具有远程精确的目标打击能力 它的特殊技能是开启伤害逆转防护盾 在此短时间内 所有进攻舰体的伤害都转换为自身修复能量 可用于攻击受阻时或是安全撤离时 复蛇偷击舰是一款机动灵活的小型两栖突击舰 搭载的小型突击炮可对敌方的部队造成可观伤害 它的特殊技能是瞬间移动到某个位置 并产生对该位置敌方部队或建筑有突发的伤害威力 青龙支援舰是海面防空舰艇 搭载的对空炮可以有效地打击空中的各种目标 它的特殊技能是放弃防空火力打开吸服装置 使敌方单位被吸服装置吸到半空 以便同类单位可以用对空火力击毁它 天尊潜艇中拥有打击海上敌人的深水制导鱼雷 它还有一种武器 就是迅速上浮并且密集发射对地的小型导弹 但在上浮期间无法使用鱼雷且容易被敌方单位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玄武重型战舰是海上大型优秀炮空箭支 如果玄武重型战舰的三门反物质炮同时开火 威力会抽出你的想象 它的特殊技能是发射一道反物质冲击波 在冲击波直线达到的范围内给予敌人重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